一个庙堂权争与刀剑交错的时代 一个暗潮涌动粉墨登场的江湖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长篇玄幻小说 雪中汗刀行 作者烽火系诸侯 由大丁为您播讲 纵横中文网版权所有 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雪中汗刀行 第102回 话说第二天世子殿下清晨醒过来的时候 发现大姐趴在床头睡着了 她苦笑着起身 后背伤口已经结痂 伤势痊愈的速度不可谓不惊人 虽说离金刚镜还有很大距离 但比起寻常武夫的身体 也有巨大优势 徐凤年起身的声音没吵醒徐之虎 倒是把睡在隔壁的侍寝丫鬟二乔给惊动了 尽心尽职的女婢啊 大多都睡意不深 她随意啊 披着剑外衣便小跑着进来 酷暑天气 她本就穿着清凉 这初长成的身段 婀娜多姿 长得婉约 有着这江南女子独有的水润灵气 体态轻盈 否则京城达官显贵 也不会家家户户养兽马了 这江南道调教出来的兽马 与西楚鱼姬 并称双绝 徐凤年伸出手指 嘘了一声 示意这位斗寇年华的少女动作小点 她看了眼世子殿下的赤裸上身 小脸仗红 迅速低头 生怕呀 余了规矩 越是高伐豪足 这规矩条况便越是森严 主子们也都性格迥异 下人自然不敢恃宠而傲 越雷池一步 何况这丫鬟二乔啊 听多了小姐嘴里的北梁世子娇横行径 加上昨天那场风波 就更不敢有任何马虎了 小丫头本以为这世子殿下到了胡亭郡 最多就是见过了小姐以后啊 去那江心郡奏一顿那个气管炎的承摘先生 他的小脑袋想破都想不到 世子殿下会把琉璃亭给用骏马从江心郡脱尸拖到卢府啊 徐凤年拿起床头的一支羊脂玉瓶 压低嗓音轻柔道 二乔啊 帮忙涂涂药膏 后背我够不着 这小姑娘啊颤抖着接过玉瓶 倒了些香气扑鼻的药膏 在指尖上 抬脚坐在床边 红脸红耳红脖子的 轻柔的涂抹在世子殿下的后背 指尖触及肌肤时他焦去一颤 少女的脸上晶莹的肌肤啊 几乎能滴出水来 只是当他看到 殿下后背除了心伤 还有一些分明是有些时日的旧伤痕之时啊 他才觉得触目惊惊 不敢想象 为何如此家世显厚的殿下也会伤痕累累 谁吃了雄心豹子胆不成吗 小丫鬟二乔 在庭院深深如王侯的卢府 尤其是幸运的 在徐指虎的庇护之下 如何能体会庙堂江湖的阴险与浩妙啊 对他而言呢 小姐一餐少吃了些米饭或者中暑着凉了 便是顶天的大事 像被那汉妇扇了一耳光 他便是拼死 也要给小姐报仇还恩去 大体来说 这二乔是幸运的 能够碰上徐指虎这么个户短的寡妇主子 都不需要担心的被主子的男人轻薄这类事情 士族高门里头 有几个如他这般可口又人的事情丫鬟能保持完毕之身呢 早就被偷吃或者光明正大吃得连骨头都不剩了 归房私去便是道德楷模的圣贤大儒也不能说什么 徐凤年在他帮忙之下穿上了一身崭新的衣衫悄悄的下了床 二乔啊我出去透透气去啊 你候着我姐就是了 让他自然醒就好了 二乔胆怯羞涩的恩了一声 这时才发现世子殿下身材修长 比起江南道的男子都要高出许多了 这徐凤年走出屋子 青鸟站在院中 主仆二人离开血一园 盐湖散步 徐凤年看到唐熙剑仙卢白杰早已坐在亭中 不知是否在等自己 他不加思索的走了过去 卢氏林郎七杰 卢白杰年岁最小 因为一直都没有娶其生子 就并未分家而出 住在了退步院 因为家主卢道林在京城 担任国子剑幼稷九的轻贵位置 这栋卢府中大小事物 一般都交由卢玄朗处理 唐熙剑仙一般不理俗事 但越是如此 在大事上越一言九点 连敌初掌握卢氏大权的卢道林 卢玄朗二人都要重视这位 庶出弟弟的意见 卢氏七杰除去这三位 还有一人潜心修道 一人顿如世门 其余二人都在央州为官 皆是正四品 地方上的正四品呢 已是名副其实的一方大员 远比京师那清水衙门的正四品 甚至从三品还有吃香 虽说京官啊 一直在骨子里边轻视外地官员 但真正想要入阁掌部的当红官员 大多呀 要在从四品时啊 主动的要求外放到地方 多则六年 少则三年 积攒了足够资历人望 再返京城 这才算是真正成为王朝的栋梁之臣 本来啊 以卢白杰的才华 可以成为卢氏仅次于家主卢道林的主心国 没奈何 这唐溪剑仙 无心仕途 反倒是与家族六位兄长的关系都十分融洽 和谁啊都能说得上真心话 其余六人相互之间大体上是关系和善 却难免有些深层次的不睦 将亲手创办这白松书院的卢勋朗 就不太看得起两位做官的弟弟 学院里世子们聚众轻弹之时啊 曾带头抨击时政 将二人批得体无万夫 因此啊 这位白松先生与两位从政的弟弟 可以称作是道不同不相为谋 尤其是在浩浩荡荡的宏家北渡之处 卢玄朗对于卢氏吸纳诸多名声不显的 中下士族子弟啊是相当不满 私下便是为南方夯瀉蛇蜀 窃居卢氏高粮 只是家主仍是兄长卢道林 卢玄朗啊也只能是发发牢骚 入了亭子 徐凤年行晚辈礼 毕恭毕敬道 凤年拜见唐熙先生 昨晚误以为先生要拦阻入府 情急之下言语不敬 望先生莫要怪罪 卢白杰冷淡道 世子殿下言重了 不过本人没有几斤道德仁义可供贩卖 不知殿下入庭 所为何事啊 徐凤年文言笑道 大姐这些年呢 一直说唐熙先生的好 今日是来跟唐熙先生讨打的 刚好凑巧负了点伤 想了想这先生啊 可能下手会清些 卢白杰明显愣了一下 泛气一点笑意说道 殿下这般脱皮无赖的脾气 倒是跟你姐如出一辙 徐凤年说 我们姐弟呀 都是跟徐霄学的 卢白杰是第一次 从人嘴里边 直截了当听到徐霄二字 江南道上 高氏名流再言谈无忌 最多也只是一样 北梁那大蛮子代称 敢说徐瘸子的吉少 但是称死也就是在私密场合敢这么说 更别提对徐霄直呼名讳 这卢白杰他笑了笑 殿下还有待多久 打算再杀几个江南道世子啊 亭中建议横胜 青鸟皱眉 就要踏入亭中 这徐凤年白白手 拦一下这枪仙王秀的女儿 她面朝 唐熙剑仙平静的说 他们哪 不如我就好 我又不是什么魔头 是吧 吃饱撑着就得杀人 保暖私淫欲还差不多 卢白杰冷笑着 殿下就不怕 给扔在京城的北梁王惹麻烦吗 徐凤年摇摇头 唐熙先生有所不知了 我若是心平气和的来了江南道 再风轻云淡的离开江南道 游着那帮读书人 游着那帮读书人编排我大姐 那徐霄才真的要动怒呢 杀琉璃亭也好 杀世子也罢 江南奏章如雪片飞往京城 徐霄啊 头疼归头疼 其实很开心 以后回了北梁 只不定私下还要骂我 为何才杀了这么几个 这卢白杰无奈叹道 殿下 你这一家子呀 只是这唐熙剑仙 浅谈笑容之中 分明多了一份真诚 徐凤年望向湖水 我姐还是不肯回北梁 她说呀 说这儿就是她的家 不是这家有什么好的 唐熙先生你教我 出乎意料 卢白杰没来由的哈哈大笑道 哈哈 不好 的确是一点都不好 可惜这个家 我说了不算 否则 早就让你姐滚回北梁了 赶紧滚 眼不见心不烦 省得我出门游山玩水 都不痛快 徐凤年 立即对着央州渐鲜 好感倍增 咧嘴笑了笑 有那么点顽劣晚辈 与开明长辈相处的味道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雪中汗刀行 纵横中文网版权所有 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却说呢 徐之虎 醒来之后啊 寻觅弟弟的身影 结果出了写议员 就看到亭子中 那俩家伙 面红耳赤 大眼瞪小眼的 这女并青鸟 见到长郡主之后啊 行礼时啊 嘴角带笑 这让徐之虎松了口气 还以为亭子里边 两人要大打出手了 旁膝见尖 似乎没能争执胜出 冷着脸 挥袖离去 徐之虎看到一脸 无辜的弟弟 好奇的问 这是闹哪一出啊 小叔该不是 要去拿罢袖剑 伺候你了吧 这徐凤年 嬉皮笑脸的 没个正形 没呢 再跟那先生啊 聊洪家北奔的事情 有些分歧 说着说着 变成吵架了 想必还不至于 要刀剑强想吧 顶多晚些时候啊 再论战 这也就是啊 堂锡见尖 这要是换做别的 江南道明事 我早拿刀 把他剁了 徐之虎啊 伸出手 点了点 这弟弟的恶心 你呀你 也不知道 在长辈面前 装的温良弓剑签 徐凤年等大姐 坐在身边 他眯着眼就问 那卢玄朗 还在做那缩头乌龟呢 徐之虎丢了个媚眼 语重心长的说 规矩 规矩呢 别美大美小的 记住了 下次见着面呢 别摆张臭脸 卢府好歹是正儿八经的大族 不是人人都像小叔 这般好说话的 徐凤年不可置否 只是翻着白眼 这徐之虎啊 拇指指度 在他恶心呢 摩擦着 嘖嘖撑其道 昨晚摸了一晚上 都没能把这好看的紫印给抹去 扒成是真的了 姐以后啊 可以化这妆 好看 说不定 可以风靡江南道呢 涌起一股无力感的徐凤年 无言以对 轻轻拍掉她的手指 这徐之虎问 饿了没 要是身体撑得住啊 姐带你去报国寺 吃斋饭去 滋味极好 徐凤年点了点头 这一趟出卢府 除了贤情意志的姐弟二人 于有威并未出行 青鸟被他 按在府里边啊 好生的休息 于是就只喊上了 魏淑阳 宁峨眉 以及老剑神小倪仁四个人 凤子营亲戚都被留下来 不过静安王妃 仍是被丫鬟二乔 去喊了起来 这裴王妃 好不容易在出了香烦之后 有了个像样的床榻睡觉 恨不得呀 一觉睡个几天几夜 起床时颇不情愿 上马车的时候 还睡眼惺忪呢 显然呢 还没睡饱 一行人分成两辆马车 马夫分别由大吉宁峨眉 和老剑神担任 本玉避开的裴王妃啊 被徐之虎点名留下 车厢内除了姐弟 就只有这位 从高高枝头跌下来的她了 而徐之虎 打令她的眼神十分不客气 则则道 不愧是胭脂榜上的美人 连我这女子看了都要动心呢 徐之虎伸手要去捏那 静安王妃的凝脂肌肤 被神情冷漠的裴南尾 不卑不亢的躲开 她对这位连青州都骂声喧嚣的无德寡妇 恶感说不上 好感肯定是没有 只不过人在屋檐下不敢表露出来 徐之虎见她躲开有些无趣 她转头一脸坏笑 问着徐凤年 尝过了 这徐凤年那没好气的说 没 你想要啊 晚上让裴王妃睡你那啊 只要你别来祸下我就成 徐之虎放声大笑 几乎笑出眼泪来 沉颠颠的胸脯乱颤 一点不忌讳的趴在徐凤年的肩头上 气喘吁吁的 眉笑着说 算了算了 姐还是乐意跟你睡一起 与这等国色天象的美人 摸镜子 哼 虽说也不差 可哪比得上跟你同床共枕呢 这静安王妃满眼的震惊 看待这对姐弟有着毫不掩饰的赠物 显然是信以为真 他们之间有那有被伦理的贝德关系了 眼神一冷的徐凤年 拿袖东刀鞘重重拍了一下他的脸颊 徐之虎唯恐天下不乱 彻底依偎在世子殿下怀中 津津有味的望着这位静安王妃 这姿态哪像是姐姐呀 分明如同内宅里争风吃醋的妻妾 得宠之后那耀扬威给手下拜疆看呢 徐凤年心中叹气 但既然是姐姐胡闹就游着他去了 他开心就好 吃一脸厌恶的裴王妃心中 怎么想 关他什么事 徐之虎啊 得寸进尺 双手搂着徐凤年的脖子 不肯安分手挤的他呀 拿脚蹭了蹭脸色恶寒的裴王妃 哎 王妃姐姐 要不妹妹叫你一些受益终生的狐媚手段 这女人呢 床下端着架子是好事 到了床上还是如此 可就要惹男人厌了 姐姐都这般顺数 若再放不开 可就不是浪费了那三食如狼 四食如虎的本钱了吗 姐姐妹妹四字 徐之虎啊 咬字极重 听在那裴王妃耳中 自然十分刺耳 尤其是那三食四食的说法 相信再豁达的女子都要揪心 不依目拆的裴王妃板着脸 撇过头 抿起嘴唇是一言不发 徐之虎惋惜着说 漂亮是漂亮 就是不懂半点风情 难怪我弟弟 这种端着碗里 看着锅里的家伙 都对姐姐你不下筷子 徐凤年终于出声道 好了姐啊 别别吓唬这位 贞结裂父的静安王妃了 你再说下去 她就要吞差自尽了她 徐之虎故作惊讶的 哟 瞧不出王妃姐姐 这般刚烈呀 徐凤年笑着说 王妃 要不你吞差 给我姐姐瞅瞅 这裴王妃眼神凄理 咬着牙背对着他们 脸颊上流下了两行青泪 徐之虎 在世子殿下耳畔悄悄道 原来也是可怜人 徐凤年不可知风 一路无话 话说转眼来到了报国寺 这报国寺啊 来得太早了 这寺门呢 还没开 十几拨乡客都在寺外 歇喜闲谈 大多都是胡亭俊里的熟人 当看到寡妇徐之虎下了马车 立即啊 闭嘴不语 相比前段时间的看戏心态 这昨天波澜过后胡亭俊别的县城还好 那阳春城里所有消息灵通的士族门阀却早已被那世子殿下的手段给震惊的乌眼 当街杀世子后横冲直撞驱散城内数倍人数的假释 据说连卢府的中门都给拆了 当晚又将陈斋先生脱尸 那入城在抛尸门口这等行径 岂是惨绝人寰可以形容啊 城里家族的老辈们连夜起身与士郊们挑灯夜谈 都痛心疾首说 这是央州百年不遇的耻辱 传言那州内队的毫发手腕最是铁血的狼将董公黄已经得到命令 今天呢就要从州府带六百精锐赶来阳春城 谁不知道这初上任便杖杀郭木许三公子的董狼将 与那于是关系很深 更是顾见唐大将军昔日的心腹爱将啊 报国寺四门紧闭 这徐凤年下车后啊 看见寺前贴着山根有个小巧玲珑的方池子 全边绿树相拥又有一株啊 盘球奇怪的鼓松 徐之虎亲尼的挽着他的手臂走去 池里一侧呀各有石雕的龙头 龙口里一滴一滴啊躺着泉水 水倒是清 这池底呢是香客丢下来的散落铜钱啊 都清晰可见 徐之虎捡起一根枯枝 蹲下去搅动泉水 停下时啊水面上就会出现一条如银丝的分水线 他抬头笑道 看见没 据说这是山水和泉水两种水质轻重不同 混淆一起而产生的景象 有意思吧 徐凤年蹲下去 想要伸手啊去捡起那泉水里的几颗铜板 被徐之虎拿树枝一拍笑骂道 你穷疯了呀 徐凤年仍是捡起了一枚铜钱 两指捏住 嘿嘿笑道 嘿 能省则省吗 站起身 寺外空气十分的清新 鸟鸣声一声地一声 抬头望去 寺中绿意 一层高一层 收回视线 身边那颗骨松果然生得不俗气 粗壮主干 左折右旋 苦苦弯作树叠 扭曲如一条卧龙 真不知是天意呀 还是人为 老剑神和江泥便在树下站着 杨皮球老头叹道 天意如此 太有情 可出于人力的话 则太过于无情了 徐指虎拿树枝 指了指骨松 跟徐凤年解释说 当地人呢 都喊他卧龙松 说折一枝会流出血来 不过我倒是没见谁 真去做这事 徐凤年笑道 那我试试看他 徐指虎一瞪眼 你敢 徐凤年撇了撇嘴 一旁二桥看到这场景啊 温婉的一笑 世子殿下果然是跟小姐 很相亲相爱呢 兴许是被撇见了偷笑 徐凤年朝小姑娘做了个鬼脸 吓得婢女连忙躲到徐指虎的身后 小姑娘心如撞路 好像不是怕 只是被什么轻柔的挠了一下 就再也安静不下来了 这徐指虎转头看了一眼神情恍惚的小丫头 惠心笑了笑 就说嘛 天底下哪有不喜欢自家弟弟的女子啊 但明面上这徐指虎 还是妩媚的白了一眼 无心之举的徐凤年 拿树枝挥了挥 仿佛是警告他呀 别在这佛门境地拈花惹草 就在此时啊 这四门缓缓的打开 两个小和尚和首行礼 徐凤年一行人等直奔相防而去 只是今天这乡房提供乡客斋饭的地方 徐指虎一行人落座之后 就再没一个人敢进去了 听众朋友 雪中汗刀行纵横中文网版权所有 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作者风火气猪猴 由大斌为您播讲 更多内容请登陆喜马拉雅电台 或添加大斌小说微信公众平台 dbxd981 雪中汗刀行今天为您播讲到这 感谢您的收听 水中汗刀行转发声音乐 沟漫放空 操自奔马虎 多少天因果苦 孤明碧露 不欲酒一户 帝王江山寂寇土